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京时间4月12日,NBA常规赛,已经宣布结束,但是,留给独行侠球迷的,却是无尽的哀伤,在收关战中,独行侠当家球星东七奇,遭遇伤病。 东七奇的受伤,也被独行侠的借后在之旅,埋下了隐患。 东七奇的归期,现在还没有确定,独行侠球迷,只能祈祷东七奇,早日回归。 由于东七奇的受伤,吉德,也是被受质疑,在收关战中,独行侠具有极大领先,吉德没有及时撤下东七奇,成为东七奇受伤的一个因素。 妹妹也晒出了东七奇检查的照片,从照片中,可以看出,东七奇,已经穿上了保护靴,并且由专人在陪同,情况不是特别乐观。 现在,东七奇已经进行了核磁共振,确认了,是小腿拉伤,但是不出时间,并不确定。 伤病专家Jack Stoss也进行了分析,并且说明,小腿拉伤,会分为,一级,二级,三级拉伤,最严重的三级拉伤,将会导致球员直接赛季报销。 据统计,本赛季,NBA球员小腿拉伤之后,平均会缺席16天,最少,也会是3天,这也让东七奇的情况,陷入谜团之中。 随着东七奇的受伤,独行侠,能够在季后赛,走多远,也变得不再乐观,独行侠,将会在季后赛,收轮队阵爵士,希望东七奇,能够以最快的状态回归,不然,独行侠这命运,就悲惨了。 本赛季,东七奇,场军出战35.4分钟,可。